嗆嗆三人行 马先生今天我给您请来一位跟您按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女嘉宾 她是大洋彼岸来的人 是吗 表面上看上去是中国人 实际上是美国人 是个美国人 而且你来了我们这个就有档次了 档次不低 这是至少是前任的洛杉矶的副市长 是的 华人女子做到洛杉矶副市长 你是那种就是几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是我父母移民过来的 所以我母亲是宁波人 父亲是南昌人 宁波和南昌的种 什么时候移民的 他们49年离开中国去台湾 然后他们1961跟63年到美国去年做事 妈妈在 Cornel 我爸爸在MIT 哎哟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做人 是更像中国人还是更像美国人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很保守 所以我小的时候教育完全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教育 然后我18岁离开家 去别的地方上大学 从21岁以后都一直住在一个很美国的社会 而且LA是个非常自由的城市 美国最也许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个城市 我最近经常就有一些个梦想 做梦 我就觉得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很多年 我有时候就跟凤凰的领导说 我说我有个 我说我有很多朋友 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朋友 基本上都有在美国生活十几年的生活经验 我说我觉得我岁数也不小了 我说能不能停心留职 就是 欢迎来 美国欢迎你 哪怕住个半年 一年 是吧 他就到洛杉矶 或者就有个地方叫Sandy Ego 是吧 Sandy Ego也很美 阳光特别好 对 但是我的这些北京朋友 在美国的这个生活过的朋友 就说你就完全是做梦 他说到那里 你待不了一个月 你就要往回跑 说闷死了 不对 我完全不同意 我完全不同意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在美国都在 不光美国在国外都待不住 就愿意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缺少一种 他从小熟悉的文化环境 你能待住是因为你从小到那 你生在那吧 生在美国 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美国那个文化 中国人很难 就是后来的中国人很难融进去 第二代好办 第一代人都很难融进去 我想你父母也不能很好的融进去 你说的很对 我发现在中在美国有很多的中国人就是好像呆在中国人圈子里面 是 他们就会觉得 我说为什么会觉得很闷呢 他们会觉得就说那不是你的地方 可是我听这些话 我会感觉很伤心 因为当然我本来也是政治来的 所以我们从政府里的观点 我们是希望欢迎大家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所以尤其是我是个中国人 我本来也在政府里做事 所以我听中国人不习惯在美国 而且不感觉欢迎 那这也会让我感觉有一点难过 比如我儿子去英国去了七年 在英国生活了七年 读完大学 读中学读大学 回来七年了 没去过英国 我老鼓励他 我说你跟他回去看 那个国家是特别有意思的国家 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 他就是 他尽管有很多同学啊 在那也 因为七年也不能太短了 是吧 但是他一点都不怀念 这个是让我很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你要是在你的中学时代 到大学时代 都没有读了书 怎么也有点怀念之情 甚至我都怀念他去读书的地 我说你能不能带着我走走 你当年读书的中学大学看看 我也没去看过 他说那个国家没有意思 他就直接表达没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很多人到美国也是这样 在美国生活 应该说物质条件非常好 就包括住在一个 这个很好的区域里 花钱也不愁 什么都不愁 但融不进去 我也去过美国 我在美国也试图 待一段时间都待不住 就美国人的话题 跟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的话题能够特别深 就中国人啊 可以好到 有一句话叫穿一条裤子 但美国人也穿不成这条裤子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在LA 像一般的中国人 会住在LA的东边 所以他们有一些 这些中国人的区 然后你如果你在街上 你会看所有的牌子 都是中文的 所以他们好像来了美国 都还没有离开中国 一天到晚 95%的时间 如果他们是没有 不再睡觉 他们就是跟别的中国人在一起 那么喜欢睡觉 所以他们也没有 所以他们也没有融入到美国的社会 然后就 然后就回到中国 他是这样 精神要求越高的人 越不容易融进美国社会 第一的 你比如说很多厨师在那里 待二三十年 对 那英文还是磕磕巴巴的 可学可不学 那英文他倒能融进去 对 他没有要求 但是凡是我认识的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 都是精神要求非常高的 英文也非常好 语言不是障碍 但是他还是融入进去 他还是觉得回来 希望他们可以来找我 无鱼得水 对 我觉得 陆天机政府吗 不是 我现在已经离开政府 过来到我家来玩 因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 一般的美国人 是想更好了解中国 更好了解中国人 所以像我的朋友 因为我老公是外国人 所以我们的朋友 多半都是外国人 可是他们对中国很好奇 我想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精神 或者不是文化的差别 我想最大的问题 就是还是语言 虽然中国很多中文 中国人英文讲得好 可是如果讲到 像可以做事 可是要讲到心里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许会 比较习惯讲到我们自己的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你不同意 我觉得我认识很多人的英文 非常的好 英文不会没有任何障碍 那你想是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美国 是文化的一个大背景 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 中国文化 不管它历史上 有什么任何排外的事情 它都不是真心的 它是一种利用这个事情 中国人很包容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 到达这个国家的 不管是什么样民族的人 都会融在这里生存 它是一种 很包罗万象的 这样一种文化 看着它好像很独立 就是中国这种方块字 看着很独立 实际上它非常包容 美国文化看着非常开放 但是你很难 很深入的进去 你比如我在美国 美国的时候就去酒吧 我开始跟他们 就是试图聊聊天 我忽然发现 美国人的所有的聊天的问题 都是让我们说全浮在上 很简单的 对很简单 电影也很简单 人际关系也很简单 你比如说美国人 在那大家聚会 说一人带一个菜 然后他们就炒一个菜过去 然后每个人拼命的赞赏这个菜 对对对 这对中国人来说 是个毫无意义的事情 毫无意义 对 就是怎么说呢 很无聊 在中国人看来 那就是个应酬 而且这个应酬 中国人还是坐着的 美国人都是站着的 还累 你这外国人最喜欢的调点 就是一帮人 一人拿着一杯酒 对对对 就是他特派一家人 就是站着 就是说说说 我是典型的中国人 我就看 我说这帮孙子在这干什么 就是烦不烦 说了一些个 虚头巴脑的话 你知道吗 胡扯一通 你是什么假装感兴趣 然后就瞎赞美一通 所以我就说 这美国人夸人 就跟放屁一样 你知道吗 你完全不能听 你好啊 是吗 就是 没意思 我去那个 我去那个 华盛顿的时候 我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他家下面 有一个 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老有人排队 他说那是在当地 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吧 因为他容量有限 所以他要排队 我说那我也就去排排队 我进去看看 他有多那么热闹 我当时排半天队 排了跟前上 他不让我进 他现在不让我进 他让我出示证件 我说我前面的人 为什么都不出示证件 你为什么要让我出示证件 我那朋友跟我说 他觉得你不到18 你就赶紧拿出证件 让他看 我那个是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那时候四十多岁 然后我就进去了 进去后 我忽然发现 是一个很无聊的事 就是第一没在那做 都站着拿一袋啤酒 然后都站在那说 说呢 他们陪着说的话呢 没有任何有 就我认为有价值的话 没有有营养的信息 对对 全是在那说那个 就是大家都很服着说 然后这种感觉 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好的 中国人认为 朋友之间的说话 是要深的 比如他一上来就说 哎呦 我老婆怎么怎么着 就直接把家里这事 就说出去了 美国人是有隐私感的 中国人熟人之间 没有隐私感 家里那点事 恨不得全出来说 然后第二天还问他 说昨天你跟你老婆 处理的怎么样了 对不对 我们还是带有一些 农业社会过来的 这个痕迹 有时候中国人觉得亲切 就好像我们是 一个村里的人 你明白吗 美国人他是 首先在私人范围 非常清楚的情况下 大家之间的友好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会有礼物 来苏宁省更多 云苏宁够无界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慧渊酒精 年份端将 五景共酒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良春 不要说中国人和美国人 就是北京人和香港人 很难交成朋友 是吗 为什么 因为北京人会觉得 香港人太简单 但是香港人可能会觉得 北京人太能砍 就是比如说一个 好比说你跟大部分的香港人 在一起 他可能会说的就是 什么好吃 然后说挣多少钱 然后说怎么挣钱 然后说 就像纽约人 你看 是吧 但是如果是一个北京人 就会觉得 聊天 如果光聊这个 太没有意思了 但是聊一点别的 包括甚至包括广东人 相比之下是很实在的 其实这并不是不好 他很实在 很实际的一个民族 能叫民族吗 对吗 你看他在文化上 实际上跟北方人 还是 包括北京人和上海人 都不一样 也不大容易 好 我有另外一个主意 那也许你去世界各个地方 你可以找得到你的朋友 我觉得因为我跑到很多地方 我在我生活上跑了欧洲很多的国家 跟别的国家 那我觉得因为我是很长的时间 我是单身的女人 所以我常常会一个人跑到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什么餐馆坐下 然后就开始讲话 跟谁讲话 跟谁聊天 然后可以聊到很深的事情 哪怕我是一个 一个Tourist 一个 跑过去一个Visitor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Visitor 你要去一个酒吧 你去各个地方的酒吧 你开始跟人家聊天 都是比较表面的事情 对 可是如果你在任何地方 交好朋友 那觉得会达到一些 比较深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现在在美国 一般的中国人 没有做 没有跟美国人 做很好的朋友 就是 就是去这些 Cocktail Party 怎么说属于Cocktail Party 酒吧 这些 这些都是很 他说的有道理 很表面的Conversation 可是你说的 很对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人喜欢站起来 对 在酒吧 跟Cocktail Party 其实这个 中国人也是有一点害羞的 中国人内心 还是 不是 不是像美国人 那么open 但是美国人 这种open 你又觉得 它是一种 怎么说呢 其实简单 反而是能够周游全世界 是 对吗 他要求第一 他诉求第一 就是美国人在公众的 这个就是跟 交朋友之间 人和人这个社交圈里 他诉求是非常低的 就是点点头 你看美国人是一个假亲 什么叫假亲呢 我在美国 走到大马路上 有人跟你点头打招呼 是是是 他跟你不认的 对不对 你跟他也不认的 这是假象 这不是真相 他跟你一点都不亲 如果他了解你的历史 或者你了解历史 他的历史 被不中你们俩成敌人了 但中国人亲是真亲 中国人要不然就不理你 他跟你不认的 他跟你亲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个真亲 中国人我要跟你打招呼 我就一定要知道你是谁 我要讲一个例子 我们 我们在LA 有过这些riots 我不知道你知道 在街上有些暴论 这些violence 我们1993年 街头暴乱 暴乱 1993年 我们有很多黑人 在LA 就是开始出去 在街上烧火 把所有小店 我们都知道 那当时他们说 他们 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很不高兴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然后因为在他们的黑人的区 有很多韩国人开店 小店 就是小的grocery store 或者就是小小的餐馆 或者什么小公司 都是韩国人 然后黑人一直在说 韩国人他们都不笑 他们进来店里 韩国人不招待他们 他们就bullying他们 所以他们就感觉 他们不受欢迎 韩国人呢 就说 哇 这些黑人 他们就是 干嘛 一天到晚要跟我笑 我要做事 我就是 所以他们 韩国人就比较有一个保守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很多很多 这些文化的差别 比中国还要 比上北京还要多 他讲的是族群政治问题 你讲的是 是私交的问题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双民生信用卡 超值游宝岛 高额团费职降 十万池卡人尊详 利多 优惠多 美好人生 畅游宝岛 池卡来报名哦 民生信用卡 风公尾业 穿后过 杯酒臣服 江山地 滴醉酒度 风骨酒亡 沉浸宝岛 沉浸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玉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渡浆区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还有一个角度 也很有意思 就是 她现在当然不当副市长了 开始关心妇女问题了 然后你看 她是这样的一个 美国中国女人 那么她来到了中国以后 你又觉得 中国女人和美国女人 有一个不同 对 我觉得中国女人 跟美国女人的 生活的经历很不同 因为我们最近在美国 就是1960年代 我们有一个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就是女性自由的活动 对 在很多的大城市 女性就 女人就跑到街上 然后就团在一起 然后把胸罩脱下来 然后丢在垃圾桶里 然后把垃圾桶烧过 就是表示说 我们就叫他们的 Braw Burners Braw Burners 就是说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不要给我任何的限制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反对权力 反对男人 是一个抗议 可是男人也支持 他们这么反对 男人喜欢他们脱胸罩 是吗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把内裤扔了 我们很支持啊 也行 是啊 那你觉得中国女人 做不出这种事了 我觉得现在中国女人 没有这个 我们妈妈们的这个背景 这个历史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女人 我们突然这一代女人 住在一个比较奇怪的中间的时间 好像一方面 这代有很高很高的血润 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的梦想 我们要在 我们不只是在家里做事 我们要在 在社会上做一些 比较重要的事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还有五千年的压力 就是传统的压力 埋在我们的肩膀上 所以像比如说 你觉得中国女人 没有美国女人自由 没有 我觉得中国女人 其实你看她们生活 跟美国女人 有一样多的选择 有一样多的自由 可是她们心里 没有感觉到这个自由 我出了这本书以后 有很多女人就跟我说 我不在乎我自己的生活 我在乎人家的生活 什么 我在乎人家的生活 她觉得她就说 中国女人觉得 她在过别人的生活 没有过自己的生活 她们的父母 我有很多女人 哪怕我有很多女人告诉我 我并不爱我的老公 可是我的父母 逼着我结婚 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 没有办法 我觉得 这个反而是 我理解你所说的 但是在我看来 美国女人更不自由 是吗 她们也是受制于她们内心 但是可能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比方说 你知道我接触过一些 在纽约的一些女孩子 当然也有中国人 也有外国人在一起玩 我就会发现 比如说婚姻 对于美国人来讲 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这种重要的 我都觉得到单调的程度 好像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 你知道吗 我认为好莱坞的电影 有时候就起到这种 就是骗人的作用 为什么呢 好比 她制造了一种 美好生活的幻景 星期天 美国式的厨房 一定是开放式的厨房 对 对吗 然后主妇在这做着菜 带着孩子在草坪这 所以很多美国女孩子的理想 就两个孩子三条狗 也有这种理想 中国女孩子 也有这种理想 这在我看来 这种理想 从一方面说很美好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 也可以说 是一种思想的框框 也不自由 她这种不自由 我觉得在整个婚姻发展的 这个状况中 其实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节点 未来的婚姻 如果不改革的话 婚姻肯定都会越来越不幸福 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 是这个制度决定的 这个制度不是一个很先进的制度 是一个临时性的制度 它有很多制度上的缺陷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量的人不结婚 或者说大量的人的结婚诉求变得非常高 是因为他要求高了 过去要求 所以他感觉幸福 我找了一个男人就很幸福 今天要求这男人有一大堆的附加条件 还得专一的爱他 那这个就很难达到 不是中国男人达不到 美国男人也达不到 不是说中国人 中国男人出轨的很多 而美国男人不出轨 美国男人在二三十年间出轨 比中国人多多了 对不对 只不过你们现在出的累了 还想回来歇会 他是完全 就是这个过程 我想人类这个过程 和同样的制度 和同样的人的时候 呈现的特征一定是一样的 对 你说的很对 像在美国1970年代 是婚姻就向中国 就开始爆炸了 对对对 所以就我们的离婚率就高达了50% 现在在中国也是离婚率上的很高 还没这么高 还没有 也许是三分之一 一直在往上走 对 就是因为女人就说 你说的对 女人就说 我现在要求比较高了 我老公在打我 我要离开他 也许以前不会离开 或者也许比前就 不要跟人家讲 对你知道人家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普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夫人 叫刘德米拉 刘德米拉那是什么要求啊 就说我老公普京很不错了 他从来都不打我 从中普京 标准太低 要求很低 俄罗斯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美国和中国啊 其实面临的这个婚姻问题啊 有相似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刚才讲到啊 中国人对婚姻啊 和美国人有不同 因为我觉得婚姻制度啊 还是我们从西方学过来的 这种契约的 这种 你知道 好像我观察啊 对于美国人来讲啊 婚姻还是有一个神圣的这个 这种传统的 有 比如说在上帝面前 在什么面前 对吧 他是有这么一种传统 但是呢 中国人呢 实际是被父母逼着结婚呢 不是因为上帝 是因为过日子 他会觉得啊 一个女的再不结婚 没有人要 他完全是一种很实用的 以至于实用到现在什么呢 因为房子 要少交税 夫妻两个 我们就可以离婚 对吧 离了婚之后 我们把房子转让了 就可以少交这个税 他是一个 可以有一种实用的态度 来看待 尤其过去结婚 过去结婚的 一个真实的目的是 降低生存成本 两个人在一块活着便宜 一分开就贵了 今天的社会结构呢 在一起和分开都差不多 所以呢 他就愿意分开 现在很多人愿意过单身生活 就是因为他成本并不增加 比如说他经常是吃餐馆的人 你两个人吃 一个人吃这个区别不大 过去是在家里 所以凑在一起 他就生存便宜 这是早期 就是中国婚姻 乃至世界婚姻的一个特征 就是为什么要结婚 为了抵抗这个社会的压力 今天社会压力 对我们是轻的 就换句话说 你今天挣得的工资 吃穿这点事 很容易解决 过去是吃穿这个基本问题 都不能解决的 所以他的婚姻一定是稳固的 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就不会稳固 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对 男人也要有爱 这些电影交给你的 告诉你要找到真爱 什么叫真爱